说到15万级的新的USUV 有多的同学会首先想到Song Plus呢 不过否认 凭借着相对均衡的表现 不错的销量 Song Plus的确可以称它上是这个价位的标杆车型 但是最近我发现一台刚刚上市的新车 截图山海L7 仔细研究之后才发现 它真有赶潮之势哦 不仅起售价格更低 同时产品实力也相当不错 更更更加重要的是 它还是这个价位里非常罕见的7座车啊 它究竟能不能成功挑战Song Plus的地位呢 本期EV报告 咱们冒着大雨也要好好对比一下 所以废话不多说 开测 按照惯例 咱们还是先来看看外观 截图山海L7 有着4749 1900 1720的三维 以及2745的轴距 快度看起来还是比较有分量感的 毕竟是一台7座车嘛 在设计上采用了山海共生美学设计 整台车看上去的高级感和简约感都不错 尾部的贯穿式环抱尾针 算是一个比较有辨识度的设计了 由于采用了点阵式的内部灯组结构 所以从视觉观感上来看 我甚至觉得有那么一丢丢战斗的感觉 Song Plus则有着4775 1890 1670的三维 以及2765的轴距 快头体量和截图山海L7差不多 而在设计层面 虽然名字还是叫Song 但是终于没有用王朝网的家族设计了 已经融入了海洋网的设计元素 就比如这个无边界隔山 以及海豹同款的大灯 相比老款车型 是不是显得年轻许多 截图山海L7的内饰 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新能源车的感觉了 双12.3英寸的联屏 大量取消的实体按键 整体呈现出来的座舱质感 是相对来说比较简约的 但是话说回来 简约归简约 该堆的料 该有的配置 它可一个个没少 就好比这张云朵座椅 由于坐垫的长度足够长 加上内部的填充海绵也非常软 所以说坐在这张座椅上 确实有一种很放松的感觉 当然了 只要你看一下配置表 你会发现 像索尼音响 两用冰箱 这里提升用户体验的配置 它也给你配备到位了 所以说有了这些配置的加持 截图山海L7的舒适度和实用性 做的都很不错 ASOM PASS内饰 则是另外一种风格了 尽管它的确是一台新能源车 但是在设计上 却很有燃油池的味道 非常多的实体按键 设计元素也比较多 不是十分简约的类型 不过像那些从燃油池过度而来的车主 应该会很容易适应得到内饰 座椅的话还算比较柔软 不过腰部的支撑 我希望更足一点 坐起来也会更加轻松一点 其他配置和截图山海L7差不多 但是少了冰箱 这种时下非常流行的新能源标配配置 后期会不会跟进呢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再来看空间和座椅布局 这可是截图山海L7的主场了 除了常规的2加3 5座版以外 它还提供2加3加2 7座版可选 也就是我们今天拍摄的车型 你要知道 这可是一台起售价不到13万的车 能给你提供7座版可选 关键这一点我觉得已经很给力了 再说7座车型的二排空间也还不错 所以说对于那些有7座刚需的家庭而言 如果你想花更少的钱 满足全家出行的需求的话 那我觉得这台协出山海L7就挺适合你了 虽然Song Plus全系都是5座 并没有7座可选 但是不得不说 得益于2765的轴距 二排的空间的确称得上是比较宽裕的类型 所以话说回来 如果你没有7座刚需的话 你是会选择5座车型呢 还是会选择7座车型 以免不时之需呢 反评论区可以先聊一下 再来看后备箱空间 截图山海L7在7座满原的情况之下 这个后备箱空间还不错 然后把第三排座椅放倒之后呢 空间就进一步拓展了 同时还很平整 但如果把第二排座椅再放倒之后 它的空间直接可以拓展到1688升 据说可以放下24个20寸的行李箱 能不能放到下午不好说 但是这个空间哪怕你平时搬个家 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 再来看Song Plus 在日常满原的情况之下 这个后备箱空间说不算特别大 因为它把更多的空间留给了二排乘客 这其实也是可以接受的 而在后备座椅放倒之后呢 它的后备箱容积就拓展到了1440升 虽说没有截图山海L7那么大 但是日常应付家用还是完全可以满足的 在动态对比之前 咱们还是再来聊聊安全性 截图山海L7有着龙式车身结构 和四方电池系统 龙式车身呢 可以在车辆发生碰撞时更好的分散冲击力 起到保护成员舱的作用 四方电池则耐寒热 甚至冬季续航都不大会打折 而对于那些经常使用驾驶辅助的同学来说呢 它还配备了涵盖DMS疲劳监测 OMS额童遗留检测等 14项智能驾驶辅助功能的 L2级智能辅助驾驶系统 用起来还是相当省心安全的 而ZonePlus同样也有智能辅助驾驶系统 在功能上 它可以做到FCW预测性碰撞预警 AEB自动紧急制动 LDA撤到偏离辅助等等 整体来看 ZonePlus的这道自驾系统可圈可点 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缓解驾驶的疲劳 OK 两台车静态的基本情况告一段落了 接下来咱们开起来聊 那敲重点了 各位同学 如果说在静态层面的差异点 你们觉得区别不大的话 那相信我 只要把它们开起来之后呢 你会立刻找到差异点 首先来说说捷渡山海L7吧 在技术上 它采用的是奇瑞昆蓬超能混动CDM系统技术 发动机部分搭载的是1.5TD 中国星10家发动机 最大功率可以去到115000W 驱动电机的最大功率 则高达199000W 实际体验下来 油门非常的跟脚 随宰随友 哪怕是现在亏电状态 也没有太多乏力的感觉 由于说一样 现在同级大部分车型 都在用1.5TD自然吸气发动机的时候 它能给到你一台1.5T涡轮增压发动机 这一点是不是就特别厚道啊 再加上传动部分 搭载的是两档DHD混动专用变速箱 由于变速箱存在高低两个档位 所以它能确保车辆避免产生失速的现象 也能让行车的安全更上一个台阶 当然跑得快只是一方面是吧 咱家用车还得省油对不对 节奏上海L7搭载的是一块 19.43度的三原理电池 CLTC纯电续航是120公里 满电满油的综合续航 更是达到了1300公里 你要是满电满油状态 从上海开到北京 中途都不带加油的 哪怕是亏电状态 它的油耗也不高 百公里也仅需5.18升 对于家庭用户还是非常友好的 至于底盘方面 它采用的是四轮独舰 分别是前麦福逊和后多连杆 整体底盘的调教还是比较用心的 在保证了家用舒适性同时 还兼顾了一定的支撑性 这种调教 无论你平时是一个喜欢温柔开车的家用党 还是偶尔会追求极致驾驶的操控党呢 我相信你应该都会满意这一套底盘的 也难怪这么多同学开过它 都对这套底盘评价很高 看来大家跟我一样 都是既要又要的类型啊 再来看Song Plus 动力系统相信不需要过多介绍了吧 毕竟DMI的名头还是挺响亮的 发动机用的是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 最大功率是74000瓦 风筑扭矩126牛米 电动机方面则是一台160千瓦 260牛米的驱动电机 再加上ECVT无级变速箱 整体的动力在电量充足的情况之下还算不错 但是一旦进入亏的状态呢 我觉得会被截图伤害L7所拉开差距啊 加速呢会比较的疲惫乏力 尤其是后段啊 当然呢 它也是一台自然吸气发动机 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电池的话 Song Plus搭载的是一块18.3度的磷酸铁铁电池 NEDC的纯电驱航呢是110公里 再来看底盘方面啊 它同样采用前迈复驯和后多连杆的独立旋高组合 整体的调校呢会偏向家用的舒适性 在通过一些细碎路段的时候呢 滤震性还是不错的 正是由于这种偏软的调校 在通过一些大曲率弯道的时候呢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侧倾感 设定了 所以说视频看到这里 大家对这两台车还满意吗 不可否认 Song Plus的确是这个价位的代表车型 尤其是针对家用 我觉得它的表现还是相当不错 而截图山海L7相对来说 在家用的基础之上 还能做得再均衡一些 就比如舒适性的配置和操控性等等 如果你还是一位有7座刚需的同学 那么显然它更加符合你的需求 同时更加重要的是 但凡我们去仔细对比一下中端售价 截图山海L7的起售价格是更低的 同时它还有同级非常罕见的 大7座布局 以及整车终身质保 花更少的钱办更大的事 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你们会怎么选择呢 评论去告诉我吧 关注我买车不纠结